何名自信之度 六主又讲 说什么叫做自信之度 即自信中的邪见烦恼一次众生 将正见度 就是我们心中邪见 只要是六根对六成产生六事 那全部都叫做邪见 所以至于一个观念 我们凡尘的人师都不容易接受 为什么这样是邪见 佛有解说 说我们六根对六成产生六事 那都是因缘忌讳 它会时时刻刻变化 那我们的心不是那个样子 不是时时刻刻会变化 时时刻刻会变化的是望心 那我们那个望心产生出来的见解 当然就叫邪见 所以我们心中的邪见 烦恼彼此之一些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产生 可是我们都不承认 不认识 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都以为是正确 所以认为是正确 那正确我们就是要了解 正知正确就在我们把心中的所有物跟事 格除以后 所以那个就套用那个儒家讲的格物 物已经格 把心中的事跟物格除 那心中没有物 心中也没有事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心中就清静 那心中清静以后 那个从佛性本体产生的那个念头 叫做正见 这样各位了解吗 正见的产生 就是从佛性本体直接生化 那个才叫正见 那我们不是 是从根层相对产生 那个是邪见 这样了解吗 那我们日常生活都是根层相对 我们眼睛看到形象的产生念头 那个叫邪见 我们耳朵听到外面声音 然后才产生念头 那个就叫邪见 我们鼻子闻到气味 想到吃 那个都叫邪见 不正确 那正确的就是心中没有事 心中没有物 已经没有 心中没有的时候 心中清静 心中清静没有念头 没有念头 那个就是我们的正念 从正念 而来的 那个是佛性本体 那佛性本体出来的 就叫正见 也叫做佛之佛见 佛的知见 那我们不是要开发佛的知见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就是要开发佛的知见 就是要这样子做 把心中的事 跟心中的物 全部都去掉 没有了 心中没有事 也没有物 心中清静 那心中清静 我们佛性本体 发挥 那发挥出来 那个叫正见 正确的知见 所以我们在 三十七之道品里面 最后一个八正道的第一个正见 正确的见解 就是这样来 那由正确的见解 我们进入思维 第二个叫正思维 然后第三个叫正念 正念都是没有念头 没有念头叫正念 有念叫邪念 没有念头正念 然后我们从正见 正思维 正念来讲话 那个叫正语 正确的语言 都是复合真意 所以那个八正道 都是要我们回归到 我们那个不生伯昧的 佛性本体回来 以前这样听懂吗 那我们接着从正语 连带下来就正念 身口意 我们身口意 三页都清静 那身口意都清静 也就叫正业 正确的我们的行为 然后从正业 我们在完成生活 生活正当的职业 赚的钱 不是那一种 那一种而不正的方式 得到的金钱 都是正确的 没有偷 没有拐 没有偏 没有用那一种观天文地理 然后替人算命 没有用那一种下酒流职业 那个叫正命 就是正确的职业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要正经济 最后一个是正点 所以那个正经济 就是要进入到 不生不媚了 才叫正 那假如说我们有时候很努力 可是有时候就很懈怠 那个是相对的 不算 不算静进 所以要加一个正 正经济 是已经走路了 不生不媚 所以这边 这个六主就讲 说我们要用 那个正健来度 度我们心中的邪见 怀恼 愚痴重生 我们心中 都有邪见 都有烦恼 都是愚痴 就是无名 我们要把这些都认识 我们认识以后 就是等于去掉 去掉这一些 邪见 烦恼 愚痴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 知道就不会沾乐 那不沾乐 也就性中清静 性中清静 就恢复 我们那个不生不媚的 那个佛性本体 已经恢复回来 那么既有正健 使菩萨制 打破疑痴 迷惘的终身 我们既然有正健了 就要使菩萨制 因为从佛性 本体生化的 那个叫菩萨 菩萨庙智慧 叫菩萨制 我们用这个菩萨制 来打破疑痴迷惘的众生 只要我们从佛性 启发出来的妙智慧 那个很好用 从佛性 本体发挥出来 是我们本性 所具备的智 那我们佛性 是礼 礼跟智 它是合在一起 礼智一如 是相同的 一个是本体 一个是妙智慧 那我们就是 从佛性发挥 那个妙智慧 来打破疑痴迷惘的众生 各个制度 我们都是各个 自己度自己 学来正度 我们有不正确的 那一些见解来的时候 我们用佛性本体 把它度化 迷来悟度 迷妹一来了 我们用领悟 把它度化 愚来自度 愚痴一来了 不了解这个真理的 我们用 波伦妙智慧来度 二来善度 如是度者 名为真度 这样就是真正正确的 已经把它度化 我们用领悟的 我们用领悟的